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 让我们来听听表演艺术后台543 表艺人的狗妻三 一五小白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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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好像就藏在客家歌里面 对不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表演艺术后台543 我是谢淑文 今天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呢 是山狗大后生乐团的主唱 林玉婷 林老师 林老师好 哈喽 淑文老师好 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Rita 林玉婷 很高兴可以来狗戏撒一下 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得到 金曲乐团里面的主唱 问鼎歌后继续努力 但是也是很多人支持 感谢感谢 上个礼拜我在你们大听到一场 超棒超棒的音乐会 然后我才知道说 哇塞你知道吗 那个CD里面听起来已经很好听了 没想到现场简直是惊为天人 玉婷老师的声音啊 其实真的就是刚柔并济 然后每一首歌都完全能够让我觉得 哇你真抓住了整个客家音乐的 精髓重点是 我觉得那个编曲风格让人家很惊艳 就是一首很古老的民谣 可以编得这么的现代 而且是这么的没有违和 这怎么做到的呀 我们在杨威仔看诗的演唱会当中 唱了我们去年2023年 或金曲奖最佳科专辑讲 《演风瑶》里面的歌曲 唱了三首歌 但其他都是新专辑杨威仔看诗的歌 然后里面如果说我们的编曲 有一些什么很不一样的 或是哇又有突破的 那就是舒文老师的弟子 刘道文 他担任很重要的编曲 那其他别的歌就是也有 演老师的编曲 我们总监的编曲 那每一位编曲家 他都有自己喜欢的口味 然后也会因着这首歌 这张专辑的氛围 去调整整个编曲的这个架构啊等等 或是应该说 就要让他的声响 让他这首歌想要冲击人心 被大家听到的是什么呢 在编曲上 我觉得每一张专辑都很不一样 对我们有跟Big Bang合作的 有管乐的 或者是我们就 Acoostics很单纯的三个人的编制 或者是Bloose Grace 然后Banjo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听到 像这两张专辑都有弦乐团 加上Oboe 这个就是让人家感觉那种 整个情境氛围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每一张专辑 每一首歌都不一样 欢迎大家就是要来听 你就会有更强烈的感受 讲这么久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要听一下 他们新专辑里面的歌 那这一首呢叫做 《归来去》 怎么念呢 《归来去》 《归来去》 我有没有念对 不错哟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 《归来去》 《归来去》 《归去》 《归来去》 《归来去》 我藏得 回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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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得最古 回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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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天窮渡给老阿爸 回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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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特别的好听 是不是很有感觉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问看看 玉婷你是怎么踏入这个行业 哇音乐真的是我从小的梦想 从小很奇妙吧 我记得我小小的时候 就是看着我的妈妈弹钢琴 然后就会在钢琴底下转来转去 我妈妈就是歌声很好 然后也很会弹钢琴 然后她在我七岁的时候 还是 我的印象就是音乐就是很美好 钢琴就是很美好 就是有妈妈的味道 特别因为跟妈妈就是 已经将近要三十年了 我已经快要忘记她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忘记她 我觉得是跟我做音乐有关 跟我弹钢琴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钢琴 是我情感上的一个依恋跟寄托 到现在都是 我只要觉得烦闷不开心 我就会弹钢琴 我就会很开心 我小时候因为妈妈很喜欢唱歌 钢琴弹得很好 爸爸也很喜欢唱歌 我的阿公也很喜欢听八音三歌 然后我阿婆也非常会唱歌 她歌声很好 而且她很好笑 诈骗集团打到家里 她接电话 人家以为她是小孩 那时候她已经是七十几岁的老奶奶了 好吗 然后她一听到她就心里窃喜 她就说 然后诈骗集团就说 欸你们家谁谁在那边 我不知道欸 我奶奶就装了小孩的色情 就骗过诈骗集团 anyway她现在已经到 回到天上去了 可是要想起来 都会想说 欸我们家全家人 都对音乐很喜欢 然后也 我觉得有点天分吧 然后我小时候看着电视 就很喜欢看 不管是卡通 或是有音乐性的节目 然后我就说 哇我以后长大 我有两个愿望 一个是我要上大学 一个是要当歌星 以前小朋友 你看可能是幼儿园 还是国小 第一年级的时候 就想说想要念大学啊 因为觉得想要飞出去 自由自在的世界 有没有 就很像 好像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很不同的面向 然后另外我就是 真的很喜欢唱歌 所以我说我想要当歌星 你讲到歌星两个字 就觉得说 哎呀好老派啊 对以前我们比较没有听过 长辈说什么歌手啊 但是以前真的讲歌星 你就知道那个年代了吧 但我觉得一步一步走来 其实蛮多很奇妙的境遇 然后也蛮多恩典 很多的贵人跟天使帮助我 我觉得听你们音乐会 还有其实听你们的歌 我觉得有一种氛围 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 然后就是一个 我觉得你们这个团有一种 非常干净 非常纯净的一个能量 就是我们全部的人都为这个音乐服务 可能因为这样 所以让我觉得 整个音乐就是很纯净 就算它是有一点点摇滚 或者是有一点点 节奏快一点 热闹点 可是它还是纯净的 就是 哎呀我很难去形容 那种纯净的感觉 所以你后来 梦想成真了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心想事成秘诀吗 哇 我首先要感谢 蜀文老师的 我就是赞美哦 说很纯净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我觉得内心吧 我觉得内在就是 我很喜欢一句话 他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我真的很相信 就是一个人的内在 他的品格 他所想的 他的思维 其实我觉得音乐是骗不了人的 最近我看到好多人在讨论说 哎你知道吗 我觉得音乐真的骗不了人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就弹出什么样的音乐 那有另外一部分人就说 但是如果那个技术啊 已经非常高超 有时候会听不太出来 就是以假乱真 但是我们真的觉得 在艺术领域 很多时候你看到的东西 它就是反映一个人的内心 那我觉得山口大 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团 为什么 我们说我们做母语创作 我们坚持用母语发声 但是我们的音乐 可能囊括了 有爵士 有民谣 有带领摇滚 然后就 我们可以说是word music 也可以说它就是fusion 就是一种融合的音乐 那但是我们就 保有我们的icon 就是我们的文化特色 然后我们的语言 然后最珍贵的是 我们每一位团员 我觉得从1997年 严治文老师创团 到2008年我成为团长 然后陆陆续续 有人进团 有人因为结婚 或出国念书 离开乐团等等很多原因 到现在尚有大 这个状态 我觉得这是 目前尚有大 很好的状态 然后每一个人 都很单纯的 非常爱音乐 非常愿意 一起投入到 我们的音乐当中 不会有什么状况 我觉得我们都很能沟通 然后大家就是很单纯 就是玩音乐 就是这样 然后如果有什么状况 大家都很愿意 一起来完成 你刚刚不是说 你从小的梦想 就是当歌星跟上大学 那两个都梦想成真了 可以跟我们谈谈 这一路的那个 怎么心想事成的 我觉得以前许的愿望 好简单 我如果可以时光倒流的话 我可能要再多许一点愿望 觉得人好贪心哦 我觉得上大学 其实我在国小 国中高中 都是跟音乐一直有接触 国小就是唱合唱团啊 乐队啊 国中也是在合唱团 那时候我就没有在乐队 因为只能选一个 然后我就非常喜欢唱歌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唱歌 然后也是我的启蒙老师 徐春竹老师 他很早就因为癌症 也是过世了 然后我那时候就唱了 很多的外文歌曲 德文啊 意大利文啊等等 开启我新视野 然后到了高中 我在新竹女中 合唱团 我担任第一声部的声部长 然后那个时候也代表新竹 参加全国的 solo的比赛 就是拿到 全国特有冠军 我觉得一路上 是不是看起来都很顺遂 对不对 但是到了我念大学 我非常想要考音乐系 因为我的老师说 他直接就可以帮我写推荐函 然后我只要在 反正数科啊 学科在考试 他们觉得我是 明日之星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家里在经济上 我爸爸的生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就开始 必须要半工半读自己生活 蛮辛苦的 那个辛苦是一种磨练吧 所以那个时候 因此我不敢念音乐系 我也没有告诉我的老师 都没有讲 是老师后来才知道的 是我长大回去拍我的音乐之路 他才知道这一段故事 就是我那时候后来 因此我真的就不敢选音乐系 因为我没有钱啊 我没有钱去找老师上课 我也没有钱 整天可能就是练歌练琴 然后不用生活 不用吃饭不行吗 我必须要打工 所以我那时候毅然决然 我就静静的 没有去报音乐系 老师就生气我 他觉得我明明成绩这么好 为什么 为什么不愿意努力 他觉得我不愿意努力 但其实是我内在觉得 我不希望后面可能会遇到很多 在经济上的困难 所以我毅然决然 我就最后就考上了新闻系 就开始进入认识节目的直播 广播电视节目 报纸 然后写文章 然后但是很奇妙 我那个时候还是要打工 对不对 然后因为因此呢 我就找打工的机会 后来有一个很棒的转类点是 客家电视台那个时候开台创立 要做儿童节目 第一个儿童节目 然后找了很多人 最后呢就有个消息到我这 说那不然你去audition好了 结果我就成功的试上了 然后我就开始参与儿童节目 然后慢慢做外景节目 然后慢慢开始有人看到我说 我可不可以去唱客家歌 就开始进入所谓的客家的演艺工作 但不纯然是音乐 我就主持节目啊等等 到了2008年 我认识了严老师 应该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可是真正在一个活动上 认识严老师 因为我是主持人 我就访问严老师 那我就会做功课 我还说 哎老师最近忙什么 我就想说 待会在舞台上 maybe我也可以帮忙promote 他就说 最近在培养年轻人啊 有一个乐团啊 想要做传承啊 然后我心里就 登登登 我好想要去玩 好想要去学习 然后我就说 老师那我可以参加吗 他就说 可以啊 很爽快 然后呢 就继续忙忙忙 我心里想说 不对 他不是真的认识 我也不是真的认识 他怎么答应这么爽快 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然后我就再走到老师面前 我说 老师我说的是真的 我是认真的 老师又说 他也是认真的啊 哎 就这样 然后刚好我那时候 有一个朋友在乐团里面 他就带我去 从2008年的时候开始 到如今 17年 真的是 很奇妙 就这样 我就开始进入客家音乐 然后开始练团 然后开始写歌 写客家歌 然后就开始更多的来唱歌 所以我还是走上我的音乐之路 而且这条音乐之路 让我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 我是可以用我 从小到大讲的语言 唱歌 然后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吧 这跟流行啊 这些都很不一样的 哇 好励志哦 我觉得从这段故事里面 我发现你的成功之道 一个东西就是单纯 当时是从高中到大学嘛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 很青涩的时候 而且我是新竹人 我到台北念大学 那我一个人单打独斗 那也可以说我很独立 那但是没有办法 你会说会害怕吗 你到一个新的环境 会害怕啊 全部的人都是资深的 只有你一个人是美美 会不会被欺负 也会啊 或者是你会不会遇到 职场上的很多 奇奇怪怪的事情 也会啊 但是信念就是 我还是要小心 保护自己 那第一个我们就是有礼貌 认真做事情 那其他的就是 小心一点 不要不小心上了贼船 什么叫小心一点 不会很晚跟人家出去 然后不会单独跟异性出去吃饭 然后呢 如果有必要要工作 跟异性的话 那就是一群人 因为我也有遇过 去订装的时候 只有跟一个男性在一个空间 然后就 他就问了我一些 我吓死了的话 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很可怕 那我就说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行 我不行 后来我脑海里只有想 我要怎么逃离这个地方 那我要很正经 然后赶快结束这个谈话 离开这个地方 我下一次还是得去这个地方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就一定会先打电话 请问谁谁谁在吗 有没有女性在啊 还是什么 如果不在 我就说 那我就约改天 因为我怕 我不想要跟别人 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只有一个人 我也没有家人在我的身边 我想大家不论在什么样的职场 都有可能 在职场上遇到 可能是霸凌 或者是在性上面的一些试探 但是这个我觉得 大家自己心中要有一把尺 对 我们可能年纪小 真的那时候年纪小 你说 我想当歌手 我不想要做这个 其实还没有那么绝对 因为大家其实路都很宽广 我认为年龄从来不是一个限制 而是我那个时候 只是想要赚钱 因为我要生活嘛 我要念书 然后我要怎么样生活下去 再来就是 我觉得 人家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我很开心 我想要去看看 那至于能不能成为歌手 能不能走音乐这一条梦想 那是我 真的是我觉得 就慢慢的努力耕耘 我还是会写东西啊 像我以前就是国中 就是做什么 做文比赛第一名 我觉得可能就是 你知道 少年Rita 就是我有很多的想法 所以就喜欢写文章 然后写词 写诗 到了后面 可能它也帮助我在现在创作 写歌词上 确实也是有帮助 就大量的阅读啊 看电影啊 听音乐啊 对 所以我觉得 不要为自己设限 但是保护自己很重要 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迟疑 因为我在经济上 我必须要 我要生存 真的 我相信今天 玉婷老师的话 应该可以给很多心境的追梦者 一些很励志的地方 你刚刚讲到一个狗戏伤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 我们所谓的演艺界 很常遇到的一些事情 可能有一些制作人啊 会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上车才可以 我再给你机会 所以像玉婷 你就完全不吃这套 然后还是走到了现在 我相信还是有一些人 是可以不需要利用这个管道啦 我相信的 那待会我们来听一下 去高雄卖版的阿嫂 这首曲子一看歌 你会觉得说 我们是要写什么故事吗 然后 但是 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哇 我真的很体会他的心情耶 他就是清早就要起来做那个 米食 办耶 然后呢 要挑到市场卖 那市场是要坐火车 因为他在乡下嘛 到市集去 然后 要等到月亮出来了 他才挑着月色 回家煮饭给一家大小吃 所以是不是很辛苦 讲到我们职业妇女 或者是 讲到在打拼的过程 其实就是会有很多 不为人知的辛苦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用一种 比较浪漫的角度来诠释他 嗯 最后 我很希望 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咀嚼之后留下的 都是那种甘之如意的淬炼 好 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 C狗用麦瓣的阿索 大众店班 火茶吃大吃 你都帮了你针 听海人出来经一条事业 加多 6公斤的阿索 6公断了你针 带了你针 5公断了你针 机械开店班 差不多 就修复了你 帮你蒙蒙的天高 千行 出马 两只丹的标满 面巴斑 舞斑 演斑 胖头公斑 通鬼斑 一孤雄祖师 白坛的 打准备斑 抚车辣辣 雷对崩了蜜尖 腾海烟 出雷的一条事业 加冬 几刹中都阿蘇 蒙得面 带来念碗 眼条开点斑呀 做好几斑呢 男的默默的天空 寸门 两只丹的表面 便跑半 五半 演半 跑跳公半 同鬼半 一孤上作是 白贪的 Zither Harp 某礼拜 某年节 明日暗部 舒坦逞 曾开定的宗鬼路 祝本太细细 Zither Harp 两只丹的表面 便跑半 五半 演半 跑跳公半 同鬼半 一孤上作是 白贪的 Zither Harp 某礼拜 某年节 明日暗部 舒坦逞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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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听 对不对 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下个阶段想要问一下 玉婷老师 你的每一个阶段 我相信像女人啊 你一定会经过一些身份的转换 从一个少女 一个梦想少女 然后进入了职场 然后开始追梦 然后你又变成了一个母亲 然后变成了一个母亲之后 你又开始 你又变成团长嘛 08年变成团长 所以你身为团长 又是个母亲 又是个妻子 你怎么去做到这部分的平衡 哇 这就像在做悄悄板一样 无时无刻都需要平衡 其实蛮难的 因为 我常常在思考一句话 就是说 予与雄长不可兼得 但是不能这么轻易妥协 我从单身的时候 到认识我先生 然后他很支持我的工作 后来呢 我终于觉得说 好啦 他说要结婚 上帝说 叫我要结婚了 两个人总比一个很好 不然我是不婚主义者 因为我就是很 enjoy我的工作 我不需要爱情 我也不需要婚姻 我是这种人 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对 我真的不需要 但是我觉得 上帝给我一个家 因为我妈妈在我小时候 就过世了 嗯 我很记得 有一次我看我的朋友 在小巨蛋开完演唱会 然后我内心就有一阵失落 说 我说上帝我也是投入音乐 很用心啊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有 更突破的成就呢 然后我就睡不着 一个晚上 睡不着的时候 我就好不好熬粥吧 那时候我妹住我们楼上 我想说那他们可以吃这样子 然后隔天早上 我要叫我先生起床的时候 突然有个意念就进来 他说你不就是想要有一个家吗 因为我妈过世以后 我有后母 然后其实童年有很多 我觉得是 在我心来说是破碎的 但是嗯 我就觉得很像扶贫啊 我很漂泊 我觉得我没有根 住奶奶家 住叔叔家 住爸爸家 好像都不是有自己的家 even他们都很爱我们 我很难形容那个 当然啦 因为童年跟后母 或整个原生家庭 有蛮多冲突 可能就像大家知道的 跟后母的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都过去了 但是因此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就是想要投入 我热爱的事情 我就可以感觉到 很开心很快乐 那直到 我决定结婚 结婚了 也很谢谢我先生 他很爱我 很照顾我 到了半年之后 我顺利怀孕 有了孩子 那才真的是 我人生的大转变 因为我没有想过嘛 那我同意说 好那我们就有小孩 不然我觉得 我不想生小孩啊 那不然我们去领养小孩 可是后来 我还是被说服了 那上帝说 他在预备我 说好吧 那就这样 那有了孩子之后 我才发觉 不容易 本来想说 给保姆带就好 后来想说不行 自己都快要没有耐心了 别人怎么可能会有耐心 就开始带孩子 然后慢慢跟孩子 有了感情 我觉得我 孩子真的是 来疗愈我的 因为我很小就没有妈妈 所以当我成为妈妈的时候 我其实不太知道 怎么当母亲 你就是跟他不熟 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就是太累就会公说 就对不起对不起 你再等我一下 就这样子 很像跟朋友讲话 然后他生出来之后 醒来时间慢慢多了 我就会想说 要跟他聊什么 很好玩哦 这个心路历程 一直到慢慢跟孩子培养 当然 我亲卫 然后我跟孩子的关系 很紧密 到我 常常觉得 我被我爱孩子的母爱 疗愈了我自己 然后开始慢慢慢慢 更加的成熟 我觉得我变得更温柔 对这个世界的包容也更大 然后我也 好像对自己比较宽容 然后比较允许自己 更多的去突破 跟有弹性 然后一直到如今 我后来又生了第二胎 然后我觉得 家庭关系也是 慢慢越来越好 不然跟先生是 很会吵架 很会吵 很会吵 他是艺术家 我也是艺术家 很会吵 可是慢慢 我们就找到一个平衡点 终于觉得说 哇 我们已经过了 尔利之年 即将要进入 不惑之年 我们难道 这样浪费时间吗 因为吵架就是不开心嘛 不开心 气氛就会不好嘛 也会影响孩子 所以我觉得 婚姻是 在我整个人生里面 很重要的功课 那也是帮助我 改变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以至于我现在 其实我一直很投入 在我的音乐工作上 在我的工作上 所以 家人反而是成为 我的帮助者 我的孩子啊 我的先生啊 所以其实所谓的 家和万事心 居然不是一个口号 它是真的 我觉得音乐上就是 谢谢乐团 谢谢袁老师 就是大家一起走 所以不会觉得 这么辛苦 当然因为我是团长 所以很多东西 我对外啊 我都要负责 但是有大家一起 我觉得很安心 反而是我觉得 因为家庭的关系 比较好 我比较快乐 快乐是最重要 因为那个不是任何 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成功 所可以给的 那种平静跟快乐 是我觉得人的内心 最需要的 那其实在婚姻 大概十一二年 十一二年吧 十一二年 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都在吵吵闹闹闹当中度过 所以是非常辛苦的 有各种的可能 我们都想过 但是我觉得还是 很感谢自己 也很感谢我先生 他没有放弃 就是我们都愿意 再坚持一下 然后以至于 现在我们开始 有一个转变 是我先从 我改变我自己开始 因为我以前都一直骂他 那我发觉 其实我也很需要改变哦 不要一直说别人 那我觉得很 很感谢上帝 就是让我看到 哦原来我也需要改变 从那时候我们的关系就 开始有个突破 大概是三年前吧 所以你看吵吵闹闹闹这么久 可是你看这三年 你们的作品 还有你们乐团 会越来越旺 因为其实团长的气场 还有你的家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你这一点又让我觉得 哦我又找到了一个sample 因为其实我就学了 这些能量学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开始在找一些东西 去印证一些人的故事 我发现哇塞 这个也好吻合哦 当你你看你开始 在把你的家庭做好 然后在修正自己的时候 你的团长也当得应该会好 就是容易一些 然后你在管理 我相信也会比较得心应手吧 那我们先来讲讲你的管理好了 当一个团长 你要面对的是人 有没有 所以你已经处理掉家庭了 就是这个基本功课 悠悠班功课给做完了 接下去 在职场上的人的管理 你是怎么做的 哇这个也是不停的学习 我一直觉得每一天哦 每一个选择带来的结果都不同 所以 哇每一天都在修炼的感觉 我是很倚靠我的信仰 如果没有我的信仰的话 我觉得我很容易就爆掉了 就是像那个可达鸭 爆炸 因为人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会有情绪嘛 那我们要怎么反应呢 那我们常常都说 啊主啊给我智慧 因为我觉得我智慧不够 那当我们觉得生气 有怒气的时候 看人的眼光 就会是觉得说 你怎么这样 太生气了 可是我们如果可以再沉淀一下 看他的优点 好那他的强项是在哪 我可以怎么运用他 我觉得这个是 人难免 我觉得人难免会抱怨 我真的常常想说 我要勒住我的舌头 因为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 但是我要如何看到 真正要有一个爱心的眼光 去看到这个人 我这个是我一直学习 我也很感恩就是 呃 当我不断的练习 我就会越来越熟练 熟能生巧 他就会变成我的习惯 那我把他内化之后 他就会变成我的眼光 我很多时候是事情想不通 我就说 好烦躁 或是怎么卡在这边 那我该怎么办 有的时候因为 比如说我会当 普公英希望基金会的志工 我会读这些故事啊 我常常在读这些 很疗愈的故事 很温暖 很励志故事的时候 因为他好像就在对我说话 我觉得我的生活当中 呃 我当我在倚靠信仰的时候 不管从圣经的话语 还是什么 可能就可以印证你这个能量学 当我去接触正向 积极 或者是 乐观 有智慧的东西的时候 他会成我的力量 支持我 然后于是呢 其实在管理上 我觉得我还是要多多学习 因为 呃 我们常常 习惯做很多事情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疏忽掉 其实你可以 让团队 大家一起来 共学 呃 一起做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 如何邀请别人 跟着我们在梦想 意向的这条道路上努力 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所以如何你要 画一个picture 你要有个蓝图告诉大家说 这个将是我们要去的方向 你要不要硬 你要不要一起走 那一起走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 这个就是山口大在这几年 不断的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步伐 那甚至我也会觉得 我的loading已经太重了 那我的时间跟心理 我应该要更聚焦在哪里呢 那这一些工作 我要如何share出去 这个是我自己的功课 我不需要扛太多东西在身上 山口大一直有一个 很低调的氛围 去年你们在金曲奖上台的时候 是一大群人直接一起上去 就是大家 对我觉得就是很感人的事情是 呃 严老师啊 你啊 其实你们所有的人就share了这个荣耀 并没有任何人说 哎这是我的 这是你们整个就上去share 我觉得这是一个 你会看见很强的团队精神的一个乐团 所以呢 他们的音乐 哎真的不要错过 尤其是现场 而且这次现场 怎么会来这么多的弦乐手 这个是 谁的功劳 啊我们在专辑跟live的演出都有十个人的弦乐团 这个就是南方当代弦乐团 这是因为道文啊 我们的钢琴编曲 道文他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台上啊 他老婆是吹Obo的 然后他的伴郎 他的学姐 他的学长 真的是好朋友 在纽约的朋友 在Boston的朋友 然后在胸中音乐班的朋友 就是大家有缘 我们就说 哎我们要用一个这个弦乐团要编曲 那就请他们来 然后弄着run的两三年三四年 哎发觉 这个合作很棒 然后呢 乐团的总监Amy就决定说他们要立案 因为我们常会有演出 而且已经开始有人在问说 哎那个南方当代弦乐团 已经很多人在问了 所以就去立案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巧妙的缘分 人跟人之间不就是这样 互相珍惜 你看到那个弦乐团在上面 我就想说 哇塞 我后来也有感觉到 其实做人真的很重要 真的哦 谢谢道文 我觉得你们里面一定大家都很会做人 所以才会吸引来这么棒的缘分 而且你们所有的人 你们在合作的时候 大家都是 哎呀我觉得那个整个磁场 就是一个非常合一的一个磁场 全部人都在为创造一个美好的音乐而努力 没有人想要就是特别的special或者怎么样 就是完全是在创造一个很合一的磁场 那我们剩下两场是在哪里 可以请玉婷老师跟我们预告一下吗 4月13号星期六 来得及播出吗 西门红楼 4月13号星期六下午2点 西门红楼二楼剧场 非常棒的古迹 欢迎大家 请大家抢时间抢票 然后呢4月20号是杨维仔看诗 巡回音乐会的最后一场 在4月20星期六下午2点 屏东演艺厅非常棒的场馆 欢迎大家莉莉莉莉 对各位你们在听到这一集的时候 可能已经4月13号过了 所以今天我们是4月12 所以没关系我们有一场 4月20号屏东演艺厅 然后也希望各位如果你们今天有听到节目的人 也能够分享给一些屏东的朋友 让他们能够去屏东演艺厅 好好的欣赏 山狗大后生乐团的音乐会 那这一场音乐会里面不止新专辑的发表 还有过去那个金曲奖得奖的专辑 严峰瑶里面的几首歌曲 那接下去我们就来听一下 严峰瑶这里面的一首很棒的歌曲 叫做半山瑶 半山瑶呢是在严峰瑶专辑里面 唯一一个没有改他的词曲的作品 他是传统歌瑶 但是当然我们在编曲上有变化 其他的歌都是有加新创的词曲 但这首歌我们觉得 他就是这么好 然后不需要再加 当然我们在编曲上旋律上 会加入一些不同的色彩 比如说有加入一点原住民的 他们的音唱的色彩 但是整首歌真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山歌 南部山歌半山瑶 它是客家跟原住民文化交流的 留下来的一首经典曲子 里面歌词写得很好 他说呢客家歌舞呢 意思就是说它是世界通的 然后如同一阵风吹来 可以帮我们吹到各个地方 也希望好声音能够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听见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玉婷老师的分享 那真的从玉婷老师的整个故事 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 真的要成为一位好歌手 我相信你后面的成为一个丰富的人的 这个努力是很需要的 玉婷老师身上累积了很多的经验 包括写文章 然后包括主持 然后也包括听音乐 看很多大量的电影 去充实自己的这些部分 难怪你的音乐这么这么的棒 我觉得你能够驾驭每一种音乐 这个是我当时在音乐会里面 觉得最受到震惊的一点 可能因为有小孩 你知道小孩一男一女很累的 所以你要面对各种五花八门 真的是扩张了我 所以我们天下的母亲都还是要 谢谢小孩们给我们这么大的礼物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半山摇 好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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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